辛罗邦和明月一起对付邢天,但却没有丝毫胜算,可见邢天的实力有多强,邢天是叛宗宗主最信任的贴身叛官,虽然看起来傻乎乎的,但他的实力却很强,另外两位叛官已经算是高手了,但他们却察觉不到邢天出现在他们身后,由此可见,邢天的功力很可能在他们之上,邢天给无形宗主作反,大欲或奔乱跳的,他追了好一回才终于抓住,之后他煮了一大锅鱼汤,烫着挺不错,但他尝了一口就立刻吐了,又让无形再等等。 最后也不知道味道怎么样,反正无形是吃得干干净净的,似乎很满足的样子,邢天没有身体,只有头和腿,身中侍卫见他赤身裸体不让他进城,不是有块兜当布吗? 侍卫还以为这是围巾,又问他的身体在哪,这可把竹笼勾满囊住了,完全不知道怎么解释,最后邢天披了张床单,才顺利进去的,无形派邢天去抢夺内心侠,邢天受了谈命后仍不肯罢休,他第一个对付意志消沉的吴松,幸好巴探即使挡住攻击, 辛罗班正坐起来一起上阵,然而他们根本不是对手,胡宋和白糖双双被打倒,邢天将念心侠拿起来,以为终于完成任务了,但明月横空出现,又将念心侠抢走了,在明月的鼓励下,辛罗班打起精神来继续战斗,根据明月的分析,邢天刚猛,他们只有一起上阵,分散他的攻击力和注意力,才有获胜的可能,第一次他们失败了,第二次他们一起示范技能,又失败了, 辛天一斧子挥下去,地面出现顺身一道裂痕,他的破坏力几乎可怕,明月用天龙地腐将辛天绑住,辛罗班一起攻击,辛天争夺束缚,一招干七之五把他们卷得晕头转向,不过他自己也遭殃了,这招虽然厉害,不过每次用完头都好晕啊, 接着他开始攻击小青,明月发现不妙,上去推开小青,自己被攻击到底,辛罗班兵最后的意志爬起来,却再一次被刑天击败,如今只有小青还有力气站起来,刑天不太烦了,要让他再也爬不起来,他把小青狠狠打倒在了地上,大家都以为小青遭遇不测了,刑天转身对付明月,这时地上突然冲出很多水柱,原来小青实现运力净起了 最后一招凤无九天,直接将刑天冲走,此时无形正在悠哒的喝茶,大水冲到这边,刑天就从他们面前经过